欢迎收听俞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载职天下》,请听第502集。 经过了两年的延误,新晋出台的首诗法对比起旧法来,似乎是修改了一些不太适当的条款,涂脂抹粉了一番,很有几项体恤百姓的条款。 比如说,屋宅分有无番稀利等,凡居前五当番稀之前一,这一条说白了就是自住的屋宅和自耕的田地在计价时只抵作同等大小的出租屋宅和电田的五分之一,自耕农可因此而得惠。 但为了保证这条法案能带来足够的财政收入,基本内容却并没有什么变化,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如果禀报不实,允许他人举报。 这些被瞒报的财物将分出三分之一与告发者,愿意自决自愿的缴税的民众当然不多,愿意公开家产的人们同样没有多少,所以为了防止有人弄虚作假, 吕慧卿便在守时法中加了这么一条。 如果没有这一惩罚条款指令百姓自报田产树木的守时法,不会有任何实际意义,可有了这一条之后,任谁都能看得出来,守时法的推行会因此而困难百倍。 如果只从法令上来看,在韩刚眼里,守时法的确算是良法,可算是超前的财产申报制度,因为要申报家产的不仅仅是民户,也包括事称刑事户的官户。 但这项法案一旦施行起来,却会引发很大的问题。 以钱财来鼓励告发隐财,日后告发之风便会无穷无尽,从儒家教话上讲,这是有伤风化之法。 而说句难听话,真正的大户势力盘根错节,根本没有多少人敢去告发,就是告发了也不一定有用,反而是家底稍稍殷实的普通富户,没有什么势力,家产却让人垂涎,最后就会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官吏们的道德水准根本不能指望,而从利益的角度上来说,官吏又怎么会跟自己的家产过不去呢? 只要忠户因此而破产成风,用来攻击吕惠卿,废除守时法的忌口,也就都有了。 但也不是说守时法完全不可能实现,换在是十年前,甚至是六年前免疫法出行,国用窘迫的时候,即便反对声再大,天子咬着牙都能推行下去,有什么问题,完全可以在施行中加以解决。 只要能让天子在国库中听到叮当作响的铜钱声,就足够了。 可惜的是,眼下已经是原封原年,而不是西宁原年。 吕惠卿从来都是一个有想法有心气的人,自从他辅佐王安石考定心法开始,便是如此。 这样的人,这样的性格,当然不会甘心一直身处在王安石留下的阴影之下。 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设法摆脱王安石的阴影,拿自己这些年里积攒下来的政治资本,来博取更多的权利,以及更响亮的名声。 吕参政应当是权衡过利弊吧,但这是赌博吧,他可没有王相公当年的声望,不成功,变成人,太冒险了。 方兴对吕惠卿这一次的形势很不以为然,他肯定是想明白了。 韩刚从不怀疑吕惠卿的智商,但眼下这么大的赌注,也同样是他难以认同的。 赌博嘛,没有说百分之百能赢,做一件事情,任谁也不能说自己肯定能够成功,只是有些不值当啊。 如果天子能够全力支持吕惠卿,韩刚也不在意得罪一下惊喜的官宦人家,反正他们有钱,多出一点也是应当的。 但若是赵虚做不到十年前支持王安石一般的成为吕惠卿的支柱,韩刚疯了,才会为随时准备退却的赵虚和一心想摆脱王安石的吕惠卿出生入死呢。 韩刚完全不看好吕惠卿,悉宁六年的示意法就闹得京城一团乱,王安石的政治资本大幅衰减,到了一年之后终于辞了相位。 王安石出自辞相的原因很多,可这一件事情肯定是其中最关键的一条。 而如今守时法更剩示意法一筹,吕惠卿却没有王安石的资本雄厚,眼下他是赌天子要保着自己,不可能有十足的把握。 韩刚叹了一口气之后,就把这件事情丢到了一边去,但过了两天,李介从正在亲自测量、船闸、艳霸修筑位置的审阔那里回来,说了一些公事,却又提起了守时法来。 此事你怎么看呢? 韩刚反问着。 李介犹豫了一下摇摇头,朝廷不缺钱,去年京西北路的税赋,便民、示意、免刑,林林总组加起来,也有六百余万贯,比京西北路税赋更多的陆州为数都不少。 韩刚摇头打断了李介的话,冷笑道,朝廷的搭链里面,永远都有个补不好的窟窿,谁会嫌钱多呢? 你能收多少钱上来,就有人有本事用多少钱出去,即便不用,堆在库房里,让天子看着也舒心。 不曾闻武济师徒,闲云孔志。 李介点点头,当今天子登基之初,就模仿当年太祖皇帝之志, 在宫中建了三十二间库房,自作诗句。 武济师徒,闲云孔志,一族造邦,私有尘埃, 元舍内府,积已目视,曾孙保治,感望雀志。 以此来作为库房的编号,打算用这里面的钱作为军援,灭掉西夏,收复燕云。 太祖皇帝赵区,当年设府装库,便是存了用库中财物换回燕云师徒的打算。 如果契丹人敬酒不吃,那封装库中的这笔钱就会转作北伐的军费, 变成一杯赠给契丹人的伐酒。 可惜太宗两次北伐皆败北,而真宗皇帝则是师徒没得回, 就只拿到了一张谭冤之盟,最后拿着这笔钱去封禅修庙。 李介听得明白,但他疑惑了起来。 龙徒是同意守时法? 韩刚摇摇头。 只是眼下朝廷的税负收入也不算少,靠守时法多争的钱抄,并不是朝廷急需。 韩刚不介意在李介面前议论朝廷惩罚,李介会在他面前提起守时法,其实是帮他老子来问的。 韩刚专注于湘汉曹运,京西曹司中的大小事务,多半都是由一南一北两位副使,两位判官来处置。 韩刚是转运使,在职责上有督促治下州县推行朝廷新规的职责。 如今朝廷颁布守时法,韩刚也有义务在京西路将之推广。 这些年来诸多新法一步步的颁布于世,每次总有几位曹司主官被调职或降罪,这都是因为督促新法不利的缘故。 所以韩刚现在的这番话也是说给李南宫听的。 对于守时法,韩刚的态度很明确,他无意去监察督促,但也不会出手干扰,想必李介应该是听明白了。 给远在京城的张纯写了一封信去,韩刚便毫不在意地将吕慧青希望用来展示自己才干的守时法抛在脑后。 在一天热过一天的元风元年的初夏,他把自己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湘汉曹运之上。 半个月的时间中,汝州和唐州之间的曹运道路,韩刚来来回回跑了四趟之多。 从正在书郡中的水道到穿越方城崖口的轨道地基,他都仔仔细细的往返查看了几遍。 都转运使如此上心,下面的官吏乃至乡军的官兵当然也不敢轻忽视之。 到了快六月的时候,工匠和材料陆续抵达工程现场。 修路的工匠分别来自京城和徐州,总共二十多位,其中大工六人,每一位都拥有丰富的经验。 在开始修建轨道之前,分别都有着常年修造工设、桥梁、道路、堤坝的经历。 几年来又不停地修筑轨道,可以说是国中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的一般人马。 注入的木料主要来自于南方,做轨道的硬木和做枕木的软木,经由汗水、碧水和珠水,运底方程山下的木座中,皆是从江陵的船厂运出来的,已经经过了几年的晾晒,切割处理之后就能立刻使用,不用担心新鲜木头脱水后的干缩。 而方程崖口北面,沿着水路而来的,还有一船船的作为轨道道基的矿渣和卵石,当然还有上万斤的铁料。 虽说方程山附近没有野铁的矿渣,也缺少卵石,但千里迢迢地从经济将这些沉重的原材料运来,更多的还是想测试一下方程山北路到菜河的曹运是否畅通运行。 除去已经准备动工的燕坝,年底之前,湘汉曹运便能初步打通,剩下的就是能运多少的问题。 同样的一条道路,如果调度指挥出色,单位时间的运输量翻个一两番,甚至上升一个数量级都是有可能的。 当然,韩刚不会指望这个时代的运输调度能比得上后世的专业人才,但即将为此而设立的发运司, 韩刚期望他们至少能有六路发运司和三门白波发运司的平均水平。 这事儿现在来想,虽说是早了一点,但早一天练上便多一天的经验。 韩刚只想看看实验的结果。 结果当然很完美,事实证明百年前在方城山山南山北的开凿出来的曹运通道至今依然能够使用,指挥调度的官员也是十分的出色。 不过卸货的地点离着方城山山有些远,接近崖口的两段都要在书郡一番方能使用。 而在计划中,更是要通过验坝提升水位并设置船闸以连通深凿之后的崖口渠道。 就是因为此事,当设验提水的方案敲定之后,暂时用来连接方城山南山北的轨道便不得不加长了三十余里。 一旦验坝提升了水位,之前的书郡河道就是无用功,而相比起书郡的工程量和时间的延误,还是修建轨道更简便一点。 不过这样一来,就多了一桩麻烦,修桥。 方城崖口前后也是有河流的,南面的是珠水的支流,北面的则是沙河的支流。 如果相看曹运的中转点能向上游移动,可以避过这些支流,但眼下的情况却必须设桥跨过去。 总共四条溪流,每一条都不宽,平时最宽的一条也就四五丈而已。 以此时的桥梁建筑水平来说,可算得上是轻而易举。 但每隔几年,方城山一带就往往会有一次雨量偏大引发洪水的年份。 百年前曹渠开凿失败,也有沙河雁坝被洪水冲垮的元素在。 要怎样避免跨河的桥梁被冲毁,也是一桩难题。 要跨过这三条三里溪,还是设石桥比较好,方城山不缺石头。 李介在西边对着巡视来的寒纲和沈阔说着自己的意见。 木桥要防洪,拱桥必须要抬高,可抬得过高,车马难行。 换成是石桥就方便多了,也坚固的多。 可以以赵州桥饰养为范,设宽间石拱,一大拱挑四个小拱,跨过河道的行红区域。 桥拱弯曲,桥面平缓,正好适合轨道通行。 赵州桥的饰养,你也记得? 韩刚有几分惊喜。 石拱桥多半大同小异。 李介很有自信地说道,将石拱桥如何修造, 一条条地说给韩刚和沈阔听。 韩刚连声赞许,李介对他来说算是一个惊喜。 他在建筑营造上的才能,不仅让韩刚为之激赏,也让沈阔赞叹良久。 也有一嫌。 沈阔叹了一句,又觉得这个说法不太合适。 难得人才,竟遗珠于外。 李介文言连忙谦虚。 学生自幼不喜学,唯有工匠知识,稍有心得。 韩刚冷笑一声。 哼,世间只中诗词文章,可精识济用之才,岂是区区章具能衡量得了的呢? 李介又为韩刚的夸奖而自迁了几句,聊了片刻便向韩刚审阔辞行,他还有事情要去做。 带李介走后,沈阔私下里问着韩刚。 玉坤是打算举荐其人? 当然,韩刚点头。 那可是李南宫的儿子。 沈阔提醒道,韩刚身为都转运使,不但将转运妇使的儿子收为幕僚,甚至还为以重任,这肯定会为人诟病。 若是再举荐理届为官,那就不是诟病的问题了。 没有关系,韩刚无所谓,此事不会影响到他地位的稳定。 韩刚既然是这个态度,沈阔也就不多说了。 将此事细细想来,韩刚的自信其实也没有错,相对于他受到的信任,的确是没有关系。 如今唐州的钱粮也收上来了,路中前半段的虚用应该没有问题。 沈阔问着,是否要加快进度呢? 下税征收是一年一度的重头戏,端午之后,唐州用了二十多天才收了定额的八成,剩下的两成欠额,看往年的情况,多半要到秋睡时才能补得上来。 这半个多月来,沈阔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放在收税上。 快一点慢一点都无所谓,能在十线之内完工就行了。 韩刚说着,沿着溪水河畔走了起来,走了两步见沈阔跟上来,就偏头笑道。 唐州收税难意如何呀? 惊惜民风彪悍,税赴征收不易。 沈阔摇摇摇头,要是在两折,半个月的时间至少能收上来九成。 也是两折附属,精细的收成本来就不算多,交的税却不比江南少多少,自然要难些。 但是有个七八成,也够抵得上朝廷要的数目了。 说的也是,沈阔点了点头,能收的都收了,剩下的就算再催逼,也不一定能收的回来,弄得百姓卖儿卖女就不好了。 将下面的虚力管束住,收满足额也不是难事。 韩刚说道,如何管得住呢? 沈阔叹了一声,韩刚说的根本是废话。 重路法也只让他们的手伸得短了一点而已。 大宋的国策是虚外手中,除了边州,进军兵力都集中在经济,外路为数寥寥。 而在经济上也是如此,除了边州以外,国内各路的每一个州线在留足了一定的积存之后,剩下的税入都要上交朝廷。 上缴的税入,额度基本上都是确定的,但这个额度并不是征收的数目。 下秋完税之日,官府从百姓手上收钱,从来都没有人能指望可以百分之百的完成。 预定征收的税额远比实际需要要大得多。 一般来说,能征收到七八成,就能有足够上缴朝廷的数目,以及补完周线一年来消耗的仓储。 至于多下来的,也不可能私分掉,照样要运回京城。 上交的多,就能为当地守臣换回一个优良的考计,以及一个才干的评价。 可要是在征收的过程中闹出了什么乱子来,亲民官们,那就别指望能有好结果了。 故而能收个七七八八,剩下的欠账,着人去慢慢督促就是了,官员们一般都不会逼得太紧。 但这并不是说,这个时代的官府制政有多宽松温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只是把住了不让老百姓造反的底线而已。 在田赴丁税之外,还有奢便,支宜等名目繁多的附加税。 这些钱素无定额,全凭税吏们的一张嘴,使得百姓们最终交的税吏们手上的钱粮,许多时候都能涨个五成六成,甚至一倍,两倍。 这些钱则是可以私分掉的,交易部分给朝廷做个样子,剩下的大头则是官员虚立各自分为。 这早已成了世间通行的潜规则,也仅有少数官员能够做到清联二字。 说起来,如果当真按着税额来征收,将科捐杂税一概罢去,倒不见得会有几个人逃税。 王安石当年提议变法的时候,在一系列的奏章中都提及了此事,为此乃治乱之源。 因此之后,搬行于世的新法,对中等以下的贫民多有倾斜。 免疫法向五等户征收的免刑钱也不算很多,但朝廷收入上的损失和增加的部分,则是让富人承担了去,得到的骂声比以前更多。 就是良民为盗的可能性,却少了不少。 不复人宗后期,欧阳修在奏章中所说的,一伙多过欲伙的盗贼遍地的情况。 刚才您听到的是,俞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载职天下》第502集。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载职天下》第503集。 直播放后期,火招放然后迎接着小说《载职天下》第503集。 感谢观看